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起了轿子 高抬腿 轻落步 晃晃悠悠的就把我抬起来往山上走去 南宫飞燕嘻嘻哈哈的跟在帮边 一脸很是高兴的样子 那样子就像一个久别山林重返家园的孩子 我坐在了这逐轿上 心里虽然很是别扭 不过感觉却是很丑美 这俩大狐狸跟人似的 逐轿抬在他们的肩头不但稳当 而且晃晃悠悠的还挺舒服的 旁边又有南宫飞燕轻轻的哼着小曲 蹦蹦跳跳的这滋味 舒坦 就这么的 我也干脆眯起了眼睛 随着逐轿的颤友和南宫飞燕的小曲 摇头晃脑起来 周围虽然没有了青山绿树 但是听着远处的清脆鸟鸣 享受着不冷不热的威风 迷迷糊糊的我居然差点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南宫飞燕忽然喊了句停 两个大狐狸便站住了脚步 逐轿轻轻的落地 我便醒了过来 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我笑呵呵的对两个大狐狸说 谢谢你们啊 让你们抬了我这么半天 我都快睡着了 两个大狐狸却连连摆手 吱吱的叫了几声 又冲着南宫飞燕坐衣 南宫飞燕摆摆手说 你们辛苦了 都回去吧 这次出来匆忙 下回给你们带好东西 两个大狐狸又对他拜了拜 然后抬起轿子 往空中一跳就消失了 我看的是瞠目结舌 羡慕不已 对他说 我说大小姐 这是你们家养的呀 胡说 什么叫我们家养的 他们只不过是胡家的晚辈而已 专门负责接待客人上山的 抬你上来 算是你的运气和造化 不许胡说 好吧好吧 我说 他们这又是多少年的胡仙 还不会画形吗 他们只是一百多年的胡 别说画形 说话都不利索 我说你就别参与这些了 这里就是犀牛岭的主风 咱们上去吧 我定了定神 转头看看 倒是果然已经上了犀牛岭的主风 周围都是奇岩怪石 颇为陡峭 树木也是很稀少 而且显然人迹罕之 连条上山的道路都没有 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 我从小就在山上跑了十多年的路 南宫飞燕比我还厉害 估计跑了几百年 就更不在话下 一路攀圆向上 我在后面 南宫飞燕在前面 当然 他遇到任何障碍 都是直接轻轻一跳就过去了 唯独我得自己上踹下跳的 这满山的石头 很快就把衣服划破了几道口子 南宫飞燕在旁边看着我 一直偷偷的笑 也不来拉我一把 我心中暗暗不爽 冲他直翻白眼 这个死狐狸 分明是看我热闹 我也来了个执拗劲 不就是山斗难行吗 就算你不帮忙 看我自己能不能上去 我憋了口气 使出浑身本领 颇为费了些力气 才总算是爬上了峰顶 到了上面一看呢 南宫飞燕早就已经站在了那里 正似笑非笑的看着我说 哟 青天大老爷不高兴了 我撇了撇嘴说 哪敢呢 我又不会飞不会飘的 就靠两条坨 无非就是吃点力气而已 我说咱别废话了 那地方到底在哪啊 南宫飞燕指了纸上面说 再往上就到了 我抬头一看 我的个乖乖啊 我还以为这就到了峰顶呢 感情这峰顶上还有山峰啊 就见上面一座如同尖塔般的小峰 突兀的直插天空 从下往上逐渐缩小 看起来就像是 对了 我忽然心中一动 脱口说道 那是犀牛领的膝脚 南宫飞燕笑着点头道 看来你的悟性还不错 那正是犀牛领的膝脚 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 顿了下 他又对我说 你别怪姐姐不帮你 这里山势陡峭 极难行走 这也刚好是对你的考验和试炼 前面路途平坦 姐姐心疼你 叫人抬你走 可是 显耀之处 你必须要亲自爬着来 借不得别人的力量 否则你怎么成长 我被又愣住了 南宫飞燕原来竟是为了这个原因 我还以为他是故意使坏看热闹的 没想到他 我感动到 我明白了 不好意思 我刚才误会你了 你说的对 这是对我的考验和试炼 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禁忌师 我必须得经受各种各样的磨难 我 我话音微落 忽然就听了西角形的山峰之上 远远的传来了两声怪异的消叫 昂昂的声音在这空旷的风顶听得甚是清晰 就好像那上面有什么怪物隐匿一样 与此同时 数块石头忽然先后从那封顶落下 就像被人抛落一般远远的跌入了山谷 发出隆隆的闷响 南宫飞燕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叫了声 快走 刚好遇上他们两个开战 别错过了这个机会 说着 他冲过来拉着我的手就跑 我却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忙问道 哎哎 你跑什么呢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咋回事啊 那个伏冤斋主不是说两个人打架吗 难道他们还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打架了 再说 我刚才听着不像是人呢 南宫飞燕急促的说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我现在告诉你 那上面是不是人 我也不知道 这地方经常发出奇怪的声音 大概已经两年了 昨天听伏冤斋主说 里面有人打架 我才突然想起来 所以就带你来了 我疑惑道 可是咱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贸然上去 要不要先观察一会儿 然后再采取行动 观察什么 这小山峰看着不高 实际 足够四五千米 你就站在山峰下 能看见什么 别啰嗦 快跟我上来 他说着 忽然手上一紧 这次也不提什么考验和试炼的事了 我只觉脚下一倾 整个人已经被他拎在了手里 如同腾云驾舞般 静止地向风顶飞去 我身在半空 不由自主地挣扎了几下 他低喝道 不要动 万一我抓不住你 掉下去就摔成肉蛋蛋了 听到这句话 我居然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从来只听说过 摔成肉饼 肉泥 肉蛋蛋是什么玩意 这小狐狸姐姐还真会卖萌 不过我马上就听话不动了 任凭他抓着我的身子 飞速升空 只是眨眼几下的功夫 我们就已经冲上了顶峰 身在半空 我放眼一扫 就近下面的峰顶 是一块百米方圆的平台 上面寸草不生 只在崖壁上 歪歪斜斜地生长着几棵怪树 并且满地都是形状各异的乱石 看起来荒凉无比 而在这乱石丛中 竟有一大片朦胧的雾气笼罩 那怪异的吼叫声 便从雾气中此起彼伏 如雷鸣般 在耳畔阵响 南宫飞燕随即带我落到地上 在定睛看去 就见地面上飞沙走时 那一片雾气中 竟似乎正有两个朦胧的身影 纠缠在一起 厮杀对弓 吼声不断 又有阵阵红光从中透出 尽气乱扫 鸡脸有碎石被抛落山谷 这场景竟是壮观的很 我站在远处 似乎都能感觉到 那片雾气之中 仿佛有两股极为强大的气场 正在进行着殊死之动 你小心点 比贸然上前 先看看情况再说 还有 别离开我身边三米 南宫飞燕很是谨慎 在我耳边滴滴地说道 我点了点头 自然知道厉害 于是和他一起 颇为紧张地望着前面的战局 谁也没有轻举妄动 你说 那究竟是什么 人还是妖 仙还是怪 看了片刻 我皱眉低声询问道 南宫飞燕 凝目摇头说 看着不可能是人 多半是妖怪 先别出声 等他们现出身形的时候 再做决定 我点了点头 却想起了福元斋主的话 他当时分明就是说 让我们上前去分开争斗的两个人 却不是这样坐山观虎洞 我犹豫了一下 正要问南宫飞燕 却在这时 那迷雾战团中 猛然爆发出一声 轰隆巨响 随即 两个身影便吼叫着分离开来 与此同时 那一片迷雾也随即消散了 两个身影便渐渐的清晰起来 这竟是两个体型高大的怪兽 那迷雾散去 缓缓出现在里面的两个体型高大的怪兽 我定睛看去 只见那怪兽其中之一 壮死猛虎 背声双翼 身上升满了道刺 口中发出昂昂的吼声 正死死的盯着他对面的另一头怪兽 我心头砰砰直跳 这怪兽外貌 猙獰奇特 双目赤红 一看就是个恶兽 但是我却压根不认识这是什么 再往他对面一看 那却是个体型如牛的怪兽 只见他头生独角 遍体细密青毛 双目清澈 精亮有神 后生双尾 模样有些像羊 但要有些酷似龙形 似提不住踢他 并不时的用独角 对那个恶兽示威 这个怪兽怎么那么面熟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觉 头生独角 双目精亮 体型如牛 背后长了两条尾巴 我略意思索 忽然就想了起来 但是心头震惊 完全难以置信 因为这个怪兽 竟然很像玉皮球里面 跑出的那个双尾蟹痣 脑海里几乎是瞬间 就想起了当年 茶室深夜惊魂的那一幕 记得那次 我是平生第一次用镇子诀 竟困住了那双尾蟹痣神兽 但那双尾蟹痣 却反而救了我 追着那个吝啬鬼 一起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从那之后 玉皮球断裂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数年来 我曾无数次的幻想过 有朝一日 能再见到那个双尾蟹痣 但却始终没有如愿 却没想到 在这犀牛领中 却阴差阳错的 见到了他 但是我记得 那双尾蟹痣的体型 大约和一头羊差不多 此时却已经大如牛犊 而且当初 貌似是遍体黑毛 现在却换成了细密的青毛 除了头上的独角 背后的双尾 还有那一双明亮透彻 炯炯有神的眼睛 其他的样子 似乎都有所变化 这还是当初 那个双尾蟹痣了吗 我有心想走过去仔细看看 但想了想 终究没有貌似 这毕竟不是老朋友见面 谁也不知道 他们眼里 我是不是敌人呢 再说 前面这个究竟 是不是双尾蟹痣 还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还是静观其变 然后再说吧 片刻之间 我的脑海中 闪过了如此多的念头 渐渐的回过神来 才发现 自己不知何时 已经迈出了两步 却被南宫飞燕 一把拉住了 你要干嘛 韩大侠 力尽双怪兽 南宫飞燕瞪了我一眼说 没有 我就是想啊 上去劝个假 福渊斩主不是说了吗 得把他们分开才行 笨蛋 你以为把他们分开才那么容易啊 你可知道 这两个是什么怪兽 我忙问他这是什么怪兽 南宫飞燕却说 那两个尾巴的 有点形似 神兽谢智 而另一个 长得很凶恶的 似乎是传说中的一种恶兽 但究竟是什么 一时认不出来 总之很难对付 我一听就紧张起来了 我得个怪怪 传说中的恶兽 那得是有多少年的道行啊 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就凭我这个半吊子禁忌师 再加上这个才五百年到行的小狐狸精 就能对付得了吗 还有 那个形似谢智的怪兽 虽然我几年前 曾经用镇子诀困住过那个双尾谢智片刻 但是此时看这个形似双尾谢智的怪兽 和那个虎屈恶兽的私斗程度 显然不是当年那个可比 我可不认为 我还能轻松的困住他 正这时 那两个对峙的怪兽 忽然又重新的仰天长笑 身躯昂起 下一刻就见那个形似谢智的怪兽 四提奔腾 独角前提 周身闪耀着白光 凶猛的向那个虎居恶兽冲去 而那个恶兽也是纵身跳起 脚下踏起红光 张开猙獰俱口 三冷锋利的爪牙在阳光下 闪出胸利的光芒 眼看着两个怪兽的大战 就要一触即发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低声问 这下可怎么办 他们又打起来了 南宫飞燕的脸色也是微变 南南道 不好办了 这两个怪兽的级别显然都很高 咱们要是冲上去 怕是不够他们塞牙缝呢 他话言一落 前方已经传来了轰然巨响 一大团的光芒暴起 两个怪兽在其中 撕抓相抵 竟展开了近身肉搏 从始至终 两个怪兽都没有向我们这边看上一眼 或许在他们眼里 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小人物 根本不屑于理睬我们的 战况很快便激烈起来 两个怪兽似乎势均力敌 行似卸之的怪兽独角厉害 而那个虎蛆恶兽 爪牙锋利 你来我往的逗了个难解难分 周围的乱石顿时又遭了殃 被扫得四下乱飞 看着这两个怪兽 重又陷入了憨洞 我在一旁紧锁眉头 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记得当初爷爷曾说 这双尾蟹智乃是上古神兽蟹智的一支变种 在传说中 蟹智只能变是非屈直 能使中间善恶 是一种对手 但蟹智自古便是单位 后来 不知从何时起 出现了一种双尾蟹智 他与其祖性情相近 也能辨别是非善恶 但是却生性凶暴 桀骜难逊 对待邪恶 要更加的极端和暴力 我心里忽然就想到 既然这双尾蟹智 能够辨明善恶是非 那就是正义的化身 按理说应该和我们是一条战线的才对 既然这样 刚想到这里 极块乱石忽然就向我们砸了 我正要闪避 南宫飞燕冲上几步 挥手打落乱石 说道 算了 那两个怪兽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这里太危险 还是先下去吧 反正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完 下去想想办法再说 说着他拉着我就要走 我摇了摇头低声说道 不对 咱们一直都想错了 这两个怪兽 凭咱们是根本分不开的 他点头说 对呀 要想分开他们 那就必须有同时战胜他们两个的实力 否则咱们冲上去就完蛋 所以 我现在有个办法 咱们为什么非要分开他们呢 如果帮着一方战胜另一方 那不就能让战局停下来了吗 我这话一说 南宫非燕顿时就是一愣 惊讶地看着我说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起来 现在他们势均力敌 只要有任何力量加入一方 那另一方恐怕很快就会败了 只是 咱们帮谁呢 我伸出手指 指了指正在憨斗中的双尾蟹肢 笑了笑说 帮他 嘿嘿 一起打那个大老虎 南宫非燕笑着一拍手 好我也看出来了 那个大老虎不是个好东西 我们一起去揍他 帮那个大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我扑枝一下忍不住就笑出来了 都这个时候了 他居然还不忘迈上一蒙 不过他随即紧张地对我说 你可千万要小心 顶不住马上跑 记住了 别离开我身边两米 我笑着点了点头 却忽然大喝一声窜了出去 手在乾坤带一摸 一把符咒已经抓在了手中 喂 你别急等等我 南宫非燕忙在后面喊 我去哪里等他 他让我留在他身边 自然是要保护我 但是真正的禁忌师 是要在战斗中成长的 破字绝脱手而出 带着一六红光 急速的飞向战团之中 这红光在两个怪兽的激斗中 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两个怪兽甚至都没看一眼 然而下一刻 一声暴响震撤天际 一大团红光随即暴起 两个怪兽怒吼声中 在红光中连连后退 片刻之后红光烧退 我定睛再看 两个怪兽毫发无伤 却已经分开了十多米远 同时回过头 怒目而视的盯着我 我是真怕他们两个 一起冲过来咬我 于是马上对那个双尾 蟹肢黑黑笑了笑 努力露出一副温柔无害的表情 然后回首就又是一记 打向那个虎去恶寿 急忙之中 我都没注意 我丢的是什么出去 反正就是阵驱破三个字 无论哪个都能有效 不过这次我却是自顾过高了 这一次虽然也是一团红光 打在了虎去恶兽身上 然而他却屁事都没有 只是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瞪着我嗷嗷怪叫了几声 似乎在怪我多怪闲事 紧接着身裙一挨 就要纵身扑上 我吓了一跳啊 没想到这一次 居然一点用都没有 难道说 刚才的破字绝分开他们 并不是因为威力大 而是因为突如其来 吓了他们一跳而已 南宫飞燕也已经赶了过来 焦鹤一声 拦在我的面前 挥手布下一片白雾 拽着我就往后跳去 同时沉怒道 你不要命了吗 你才体验到哈 敢和他样偏 我不由自主的被他拖开 几乎是同时 那虎驱恶兽 就已经突破那片白雾 扑纵而至 但我们已经退开 他扑了个空 羊头又是一声嘶吼 又做事 又要扑起 南宫飞燕把我拦在身后 掌心已经滴溜溜的 转起一颗红涂涂的圆球 我一眼便看出了 这东西必定是他的内单 焚世间妖物精灵 皆修有内单 其中可谓蕴含着其全部的道行和精华 是一个妖怪最厉害的法宝 但是这内单一旦被迫 就意味着那妖怪最低也会被毁去大半的道行 严重点的会被打回原形 甚至直接欧险而亡 南宫飞燕取出内单 随即便要抛出 我却忙拦住了他 说不至于这么拼命 更不要轻易的用内单 我和他刚一拉扯 那个虎须恶兽就已经再次扑了上来 南宫飞燕脸色一变 急忙把我推开 正要抛出内单 却见旁边那个谢智叫了一声 身形猛然的化为一道闪电 从旁瞬间席致 虎须恶兽猝不及防 刚好被谢智独角挑飞 在半空翻了几个跟头 怒声长吼 随即翻身扑上 两只怪兽瞪时再次斗在一处 南宫飞燕拉着我再退束步 急促的对我说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怪物吗 我刚刚认出来了 这是上古四大恶兽之一的穷奇 别说是我 就算是把山中所有的精灵魔怪 集中起来也抵不住他 我心中顿时就是一惊 这怪兽居然就是传说中的恶兽穷奇 难怪这般凶恶 不过我马上对他说 穷奇又怎样 那不是有一只谢智能抵住他了吗 我知道你天性中对这种东西惧怕 不过没关系 相信我 我和那只谢智一定可以制服他 说吧 我不管南宫飞燕的阻拦 再次冲了出去 转身间 血玉斑指已然戴在手上 因为就在南宫飞燕 说出这怪兽竟是穷奇之后 我已经瞬间的明白了 扶元斋主的用意 现在问题的关键 就是制服这只穷奇 提醒这个项目的关键